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拉伸空间呢 OK 来讨论一下 好 究竟会不会爆拉 我们来讨论话题 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我们影片下方链接项目社区 一些比较关键及时分析补充的服务都在里面 非常重要 Discord还有电报社社群都是免费的 点击我们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加入 OK 那这个服务的话 讲多遍了 包括每日的这个盘面分析讲解 还有我们这个几分析 即时讲解分析 夯性时效性 OK Switch提醒 还有我们这个自动单 OK 多套测试使用作为一个配置风险 还有我们指标 讯号提醒 指标 开来讯号 进阶指标 一般指标 不论你拿来做这个操作的指引 或是拿来做这个学习 都是可以的 OK 都是非常不错的 好 那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就是用我们的链接码 注册入金完成就加入 那目前的话 Zomax交易所有最高5100 这个U的赠金优惠 OK 和8EB 贡献电报 BingX 最高5125美金赠金 OK 看一下 都是这个注册优惠 可以参考一下 那基本上呢 如果你的资金量体大于5万美金 可以考虑私底料我 OK 一对一的指导服务 相信帮助 OK 好 那接下来呢 今天是4月4号下午12点 OK 我们来到盘面看一下 看盘面 目前的位置啊 盘面来说有出现危险信号吗 OK 我们把这个结构做个剖析 我们先把先看到币安图表 现货图表 现货图表 我们先从个大的框架来看一下 再慢慢缩小时间框架 好 从大的框架来说呢 比特币日线来说一样是完整的多数据式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OK 成交让我们用币安的话 可能会有点偏颇 因为之前是有这个领手一费交易嘛 所以非常多这个环境是短线有交易现货的 都在这边刷单 那现在没有这个优惠了 所以现在它的一个成交量啊 是 断崖式下跌 断崖式下错啊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量的先试看 先看我们的这个价格吧 OK 好不好 我们整个区间的这个高点是在25211 这个位置呢 一次测试 二次测试 然后下跌 急刹 下刹了大概有多少呢 有22%下跌之后呢 然后开启 直接B型上升 上涨 好 那目前的高位这个位置 它是来到了这个 这个基本上是2021年这个整个人游市的一个中枢地带啊 OK 二万八 二万九一线 OK 所以这边出现短暂的预阻啊 是非常合理的 好 那日线基本来说呢 仍然是一个妥妥的多头趋势啊 OK 多头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目前仍然没有改变 OK 所以我们仍然要以一个偏多头角度切入啊 那目前的高位的话 目前调整的时间了 你看 看下多久 已经调整了大概有17天了 OK 17天调整 也是一段时间了 所以这边的筹码堆积也是一段时间了 相信方向即将发起 OK 即将发起 好 日线 那我们先讲过周线嘛 周线级别上 因为出现了急涨阳线周的连续两根十字星 所以这个信号的话 它是一个多头衰竭初期的迹象 但不代表反转 即将反转 它可能也是啊 比如说假设跌破了 然后回车上去 多重顶再下跌 如果说跌破之后呢 反弹上涨不破前高 够了双顶再跌破 才有即将看更深的下跌啊 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仍然是不可以看反转的 OK 还是要多次强调啊 还是不能看反转的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四条图啊 四小时图呢 我们可以发现 四条级别 昨天这一波下差 它是跌破了原本我们的前例位置 也是这个27500的位置 27513 那这个点 它跌破之后 它插针到一个周级价 我们看一下 看到扩英费现货 这边它插针到了 27227 我们把这边先这个 回放一下 原本在还没跌破之前的话 这边是走出了一个下降的三角 下降三角 还蛮清晰的 OK 下扬三角 然后后续它的一个低点是在27512 看一下 它跌破了 它跌破之后 马上收回啊 所以这位置 它跌破之后 马上收回 基本上它可以证明是一个跌破失败 所以这边来讲 我倾向把它看成一个 原本是一个三角 然后后续把它看成一个通道 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 稍等一下 好 原本是一个三角形嘛 对吧 一个三角形 我们把它画起来 原本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三角 那后续三角跌破之后 转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通道结构 对不对 还是蛮好去掌握的 我们先把那个线做一个调整 做个调整 好 调整一下 其实它就走一个下降通道 对不对 通道做震荡下行 对不对 震荡下行 我们看一下 震荡下行 震荡下行 这样走 往下走 那基本上这个通道的架构要被打破的话 就是要价格去突破哪里的 突破我们的前高位置 28525 这个点如果说突破的话 是有机会接爆拉的 如果说突破的话 可能会爆拉 那在没有突破之前的话 它还是走这样一个震荡下行阶段 震荡下行阶段 好 那目前来说的话 应该怎么操作会比较理想的 OK 这地方它前低是有被跌破了 这个27512 那它早上是插针到了一个目前的这个波乱最低价 价位是在27227 那我个人会倾向价格回测到前一附近去做多 止损参考26650可以的 一样是找做多机会嘛 对不对 因为价格也并没有 还没有跌破我们整个框架 整个区间的一个底部 OK 26652这个点 还并没有跌破 看多测试啊 看这个位置 看一次啊 一次 二次 对不对 三次 这边可能算是三个四次吧 三个四次 四次的测试 这边停滞了一段时间 然后后续爆拉 那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把结构拆几成两个部分的话 左边它是有一个 原本是一个双顶 或是一个 怎么讲呢 你看成一个菱形吧 菱形 不管你怎么看啊 看这边 原本它是一个 好像都有说菱形顶嘛 对不对 菱形顶 对不对 菱形顶 然后呢 后续你看 叫个下挫 跌破前低 但是它并没有延续 后续呢 看 看一下 然后又再拉起来 但拉起来之后 后续右侧的结构又走得不太好 就它并没有去突破前凹啊 对不对 我们这个位置高上方的这个阻力区 它仍然没有突破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留心这个风险 还是要留心这个风险 对不对 所以这目前来说的话 左边它有这样的一个双顶 对不对 双顶 下跌它没有跌破前低 然后后续拉起来 双顶就无效了 双顶无效 对不对 双顶无效 但后续它又在右侧的部分了 又走成一个通道式的下跌 对不对 又走成一个通道形式的下跌 对不对 右手的通道下跌 走成通道形式的下跌 正当下行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这个位置 如果说它跌破颈线 这一线 相当大的几率 它会测到较低价位 比如说25000一线 稍微更立位置 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它跌破颈线的话 我们大概参考一下分达器 抓一下这个扩展的一个目标 看一下 1.6月8 大概大概才25000 所以如果说它跌破的话 是有机会到下方跌位置的 但价格你需要了解 价格目前还没有跌破 但我们还是要需要留意下风险 因为价格 你看它是有多次尝试去突破 我们这个区间的高点阻力 对不对 28500 看多次 你看这边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对不对 五次 六 七 八 至少都是五次以上测试 但都没有去突破 而且在测试过后 在右侧的部分 它构成了一个下行通道的一个框架 所以这边来说的话 多头的风险是有出现的 但我们目前来说的话 还没有出现 比较明确的这个直接看跌的信号 就直接去跌风向 什么意思呢 就价格直接下破 26650 还没有下破之前 我认为都是不可以去过度看空的 不可以过度看空 好 整体在大几个空下下 仍然是多头去喜欢下 尤其我们 即便的话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 来说的话 日线级来说 这个位置 我们化成这个波浪的这个上行 对一个调整的话 我们看一下 一嘛 一 二 三 三可能这边 或者高一些 三 不论怎么画 它这边怎么画 它都是还没有走完的 还没有走完的 所以在多头还没有走完的情况下 尤其目前的位置 也并没有去跌破关键的低点 我们不可以去过度看空 还是要去重点强调一次 这个位置来说 说不定这个位置 它三辈还没走完吗 可能做个调整 基本上这个位置 我认为 这个位置它回侧向下 在上涨 或是这个位置 调整 结涨 就这样的可能性 就这样的可能性 要直接去暴力去下破 还是比较 不太可能的 趋势一旦发起 是要改变比较困难的 所以还是去重点强调 我们做个总结吧 价格在还没有去跌破 区间低点 26650之前的 我们都不可以去过度看空 OK 你画是26578 或是26650 都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区间低点 还没有跌破之前 都不能去过度看空 仍然要有一个 这个多头视角去切入 所以日内回测到低点的位置 回测比如说27200 27的附近 出现指定信号 一样去做多 那止损参考26650可以了 OK 还是非常明确 还是非常明确 回测之后呢 去低约接多 然后拿上去 拿到这个通道上面线 可能也是218 28附近吧 OK 我们如果说参考这个 PVP 这个 分析方法 它的一个 床码分配的位置 下方的引线是虚的 看到 看床码头堆积的上方 都是堆积上面 所以这边是 这边这块位置是虚的 这是虚的 所以大概率价格 还是会去测试 下方低点的位置 测试到220013 220012的位置 还是会去买入的 OK 止损就参考在26650 因为它这个位置 价格逐渐做下移 那它那个 也慢慢逼近我们 轻位置 那26650 黄线这一线 就是这个多头 短线 中线 唯一最有价值 这个参考止损点 所以就把这个止损 参考在26650 可以的 OK 好 以上讲解 如果说你喜欢的的话 可以帮我点个赞 加入我们社群 点击影片 这个链接 就加入了 OK 好 那一样 如果你想撕了我 发个消息给我 我回复你 好 以下将见 希望能够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看到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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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